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场我们从台中会中事所举办的一场讲座 台中的中部的中区总助持决居法师就邀请了人间佛教研究院的院长妙凡法师来跟他 是一个对谈 当然主要是决居法师问 然后妙凡院长答 那以回答的为最主要的内容 那么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题目 就是我心中充满感谢星云大师如是收 当然有一个缘起 就是说首先决居法师就问 说妙凡法师您所在的单位是人间佛教研究院 你都是一直在读书的吗 做研究的吗 这个单位到底是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那当然其实今天因为时间 我想把这个主要时间留给妙凡法师来做一个分享 那这整场讲座呢 一个多小时 我反复看了几次 我本来想说就一个月嘛 四次 这四个星期二话说师父 那么把它分段 不分来分去 最最少都要分六段 就六周啦 六周星期二的话说师父 那么有不同的话题 那所以呢这个介绍呢 我就留待各位自己去看 我们这六周呢 每一周都把这一场 我心中充满感谢的这一场 这个讲座呢 就是连接到我们的说明栏 所以你要点进去看 就细听 妙凡法师说 主要 当然为人间佛教的发展 这百年的历史 要留下一个记录 那还有专家学者 还有培养本身的弟子等等 在为佛教在做研究 在创历史 就是为佛光山培养人才 是这个单位的主要的 这个工作 那我说我就不在这里多琢磨 各位自己要看 导师呢 从绝局法师问 说那么以何因缘来编辑 就是说 他是在人间 就人间佛教研究院 出版的一本学报 各位要知道 研究机构呢 他是要有学报 那么把这些研究的论文收集起来 到现在已经出版超过80本的论文集 那师傅出了这本 就指导我们来编来出版这个学报 它叫人间佛教 译文学报 有学报 那就是都是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的论文发表 有关人间佛教的相关 那另外呢 就是师傅说 能够直接看论文的 毕竟还是比较少数 所以呢 在每一期的学报里头呢 就一定要附上佛教的文学 就是译文 所以在今年呢 因为是大师的出家 84年 那生日呢 是高寿 95岁 虽然师傅说 那时候刚好在 不说全球疫情 就是台湾疫情 那个时候也正是 就是比较 范围比较大 那师傅就说 不用庆生 本来就 跟各位谈过 师傅就说 这是母难日 所以不做生日啦 所以我们都觉得怪怪的 95岁生日 很重要吧 就这么样过去了 那我们不是就 也做了一场 其实我们渥太华 收音不太好的 那一次的话说 师傅 这个分享会 就我们师兄弟 自己来谈这样 但是呢 妙凡法师啊 他跟人间佛教研究院的 这个师兄弟 大家就谈了 说可以在学报里头 然后收集师傅的 一些谈话 特别是在90后 90后不是说 现在20几岁的年轻人 不是 是师傅90岁之后 其实90岁发生什么事呢 90岁就是师傅 这个脑部的手术 是一个非常大的刀 那一般的人如果说 不要说动这么大的刀啦 就是啊 生病啦 比较严重啊 怎么样 尤其是90岁咯 那是不是要躺在那里 养病啊 躺在那里 等人家服事啊 如何 但我们的师傅 90岁 大手术 之后 师傅都做了一些什么 师傅想的是什么 师傅 还会关心大众吗 还有他的理想目标吗 还有什么 还有梦想吗 种种啊 我觉得是这一场太精彩了 就第一段 就是 先不说师傅生病的这一段 先说 今天 今天这一周讲的就是 就是编辑 这个在人间佛教 这个 译文 在学报里头 那为什么 以和因缘 来编辑 还有 收录的这些主要的内容 是什么 这是今天 我们讲第一讲好了 来跟大家分享 那各位 一定会很好奇 那后面会讲什么 当然一定会谈到生病 师傅怎么看 然后也会 谈到很特别的音乐弘法 师傅都说自己 五音不全 那师傅做了好多歌 我今天特别点了一下 是因为 昨天我就唱两句 其实是不怎么样的两句 就是信手年来 但是我们的这个 笑笑 就说 哎呀 师傅这么 唱这么好 是不是跟诵经有关 诸如此类 其实 那师傅怎么样看 这个音乐弘法 还有后面 还有修行观 就是几讲几讲 那一路 我觉得 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说 我们就剪出五分钟 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 没有办法 我得要很如实的切几段 分六周 来跟大家做分享 相信各位 一定可以从角居法师问 当然我就对角居法师很抱歉 我说 第一个嘛 这个版面 因为要我容身之地 我就先把他照片就删掉了 只保留了妙凡法师 我跟他报备了 那画面呢 因为这次时间比较长 下一次我一定要 什么时候 他问得很好 很重要的 那总之呢 这都是两位 我很尊敬的 很欢喜的 我的师兄 九居法师 还有妙凡法师 那最主要是 听听这句法师问了之后 那么妙凡法师 他怎么样来告诉我们 义和姻缘 还有主要的内容 我们要一起用心来聆听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今年是大师出家84年 我们在场有超过84岁的吗 所以不容易有 然后呢 他高寿95岁 那遇到五啊 上是一个大日子 但是因为今年疫情啊 所以也没有办法说 做什么样子 比较庆祝或纪念的活动 那当时我们 人间佛教学报 艺文的编辑 大家开会讨论 就觉得应该帮师父 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就想到 师父一生中都很精进 很古来 可以说是为了弘扬佛法 永不休息 那各位知道吗 90后的师父 90后的师父遇到一个很大的 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他脑溢血 大脑开刀 但是90后的师父 遇到这个事情之后 他的人生又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吗 今天我们90岁之后 我们会在哪里 不知道 然后如果90岁之后呢 又遇到自己本身 眼睛不方便看了 看不到 然后又有糖尿病 然后心脏又动过大刀 又坐在轮椅上 90后又遇到脑溢血 大脑开刀 我们在这之后 会在哪里 我们平常坐的地方会是哪里 可能就是床上 对吧 会出来活动吗 已经不会了 为什么 感觉连心 怎么 好像已经 没有什么希望跟光明了 但是我跟各位报告 90后的师父依旧精进 依旧情于红发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些一笔字 是师父90后呢 这个关心一些青少年 家里有困难 没有办法培养他们读书 所以师父就开始写这一个一笔字 来帮助这些小孩子 成立这个好苗子教育基金 那凡事呢 你支持这个好苗子教育基金 大师呢 就写一张 就莫保跟各位结缘 那我给各位猜猜看 师父呢 大脑开完刀之后 他写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写的第一符字是什么 对的是佛字 经过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他的心中 始终都没有忘失他的信仰 过去我在经典里面看到一句话 假使热铁炉 在我顶上悬 终不疑此苦 忘失菩提心 我们知道这个大脑开刀 对一个90岁老人家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 但是经过这个事情 他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字 还是佛字 他永远 心中为了佛教 他生命中 他跟他的信仰 永远都是不一不二的 所以回过头来问我们自己 我们还能不能记得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师父呢 他也在想 讲话没有像以前 那么方便了 那么有些事情呢 也不像以前呢 能够记得住这么多 然后把他完整的表述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师父如何红法呢 各位可以看到 师父用说唱部教的方式红法 他请人家练一篇佛法真意的文章 然后他前后说明 然后请圣歌班的人呢 这个唱这个观音发愿文 实修歌 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在唱歌的过程里面 每唱一首歌 师父就简单的做说明 那么经由这个方式 经由说唱部教的方式呢 来跟大家结缘 所以 他也就在透过这个过程 三四十分钟呢 就把这一个说唱部教红法给完成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跟师父报告事情 然后讲这个有多困难 那个有多难 然后师父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妙凡 面对事情不是想困难 是想通路 想管道 想方法 那同样的 师父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遇到人生 这样的病痛的时候 他想的是什么 想通路 想方法 他不是停在那个地方 埋怨抱怨 他想的是 那我还可以为大家做什么 那我们再来看哦 他在2016年10月底 开完道之后 2017年5月16号 就正式出来跟大家见面了 那天呢 是全集的发布会 那在他还没有出来跟大家见面之前啊 我们全集的编辑小组 我们在编辑的过程里面啊 大师就有来看我们了 师父就有过来看我们了 也来知道我们如何编全集 实在说 如果我没有大禅定的功夫 面对生命中这么大的挑战 大脑开到这么大的挑战 这是不容易的 这也是不可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全集 当时发布会的情形 当天大师除了出席这个全集的发布会之外呢 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呢 的沈主瑶校长来颁发大师荣誉博士的学位 所以你们会看到大师呢 穿着这个博士跑 也正式的向大众来发表 今年大师全集 众言是上升不断 经营大师一出场 在场所有人不由自己的体力 给予热烈掌声 急久不停 不辞辛劳 公开和大家却恋 在去年10月底接受手术之后 经营大师在医生主术下 减少苏西公众场合 安心静养 九维露面 可以看出大师的心情 少了一些 但气色相当不错 脸上挂满笑容 欢喜着和大众不断吹水俱异 这份佛光山开创50周年 圆满系列活动 常驻盛大发表 一共365克的 金云大师全集 而香港中文大学 更是特地前来 颁授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表扬新云大师 半世纪以来对于教育的诸多贡献 不但推广人间佛教 也深入推动佛学研究 更是不断地用善心来感染社会 相当不容易 那这是2017年5月16号 我们在上京都看到 这个全集的新书发布会 那但是呢 大师还没有完 我们再看下一个 你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2019年6月11号 大师飞到大陆南京 在这个南京图书馆 又有一个简体版的全集发布会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大师不管是会课 或者是课图 或者是跟大家见面讲话 都有很多很重要的这些内容 因此我们全集的编辑小组 就觉得90后的师傅 太精彩了 而且是经历过这么大的挑战 这么大的困难 也就像人生 过得这么的丰富多彩 所以我们就大家讨论之后 就决定了要帮大师 做一个心灵大师如是说 我心中充满感谢 我心中充满感谢 这样子的一个专题 那为什么要帮 这个题目为什么要叫做 心中充满感谢 各位可以看到 师傅提到 各位可以看到 我一生不感到伤心悲哀 那么欢喜中度过 要欢喜要充满感谢 那么遇到打击难免 要接受原谅 感谢别人给我们机会 那么感谢众人 让我为教育尽一份力 我是师傅 但我很感谢徒弟 因为他们才有我这个和尚 想到我这一生 佛祖给了我多少 所以我要感恩徒报 继续为佛教努力 佛刚山数十年 都是大家的帮忙 才有今日 佛刚山不是我的 都是大家的 可以说在我们编辑 这一本书的过程里面 一生中努力奋斗 为了佛教的师傅 但是他心里面 即便千辛万苦 但是他感谢大家 共同的成就 我觉得师傅 他始终从因缘的角度 他知道没有各位 就没有今天的佛光山 没有你们 就不可能共同成就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也因为有 星云大师 所以才有因缘 能够亲信人间佛教 才能够有这么好的 正确正信的信仰 所以因为这个因缘 我们将这个主题就定为 我心中充满感谢 星云大师卢士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